你要索得嘛 你這索得稅的報稅這樣 攤開來看一下就好啦 然後那個什麼 什麼執照 對 成績有夠就算你擁有啦 對不對 不在乎天長地久 是在乎成績擁有 這個資格在香港開公司 然後賺到這個錢嘛 這你本事賺錢大概給你鼓掌 我們也希望以後的市長很有 很會賺錢 是有經營管理能力的 按照正常方式去經營一下公司 取得對方的執照 然後開一家公司 然後賺合理的錢 就先拿兩樣啦 對 我們有機會去擺到連勝運的財產 我給你看你要怎麼擺 對嘛 我們擺得對 可是 王丹說啦 這是觀察選舉以來 打這個是最令人嘖嘖的這個選戰策略 就是說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判出一個自稱比他還有錢的人 去質疑一個比他們錢少的人 對啊 所以用錢打錢很不智 所以從民調上也看不出有什麼獲利 王丹講這句話真的是發人深省 一個這麼有錢的人 找一個有錢的會計師 然後去打一個相對 跟他比起來完全沒有錢的人 然後去質疑他的青年 然後這個人 還不是用別人打 他用羅書雷打 羅書雷是會計師 就是一個有錢的會計師 而這個會計師竟然用非常奇怪的字眼 包括洗錢貪污 這些很莫名其妙的 很嚴重的字眼 然後我就不知道有誰洗錢 會用透明的帳號來 用公家的帳戶洗錢 而且上面還寫洗錢 你能相信這是一個 會計師說出來的話嗎 而且還把犯罪證據貼在黑板上 告訴大家說我貪污洗錢 然後還會有人相信 我覺得真的沒辦法 先休息一下 之前那個小護士呢 小護士是說 從來沒有露面過 小護士從來沒有露面過 然後他說台大隨便找一個 都可以證明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問心肝想看看 這是在賣豬肝湯 這是零下夜市 沒有 所以現在柯文哲變權貴吧 連勝文變成小豬胎老闆 你是店長 是 是 是 對 這樣打還滿好的 沒有 你看 其實 你看他這個策略 我們在觀察這個地方 其實連勝文現在呢 他的這個選票主要集中是在 就是47歲以上的人 那47歲以下 基本上是被壓倒性的 被這個柯文哲殲滅 好 那比例非常的懸殊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連勝文現在也非常清楚 他現在的氛圍 所以派出了一個會計師 猛打這個柯文哲帳戶的時候 他現在好整以暇 他到市場去拜訪 這些所謂的婦女們 因為婦女們正好都是 他最大的選票來源 因為現在很清楚 女性支持者稍微多 雖然整體還是柯文哲贏 連勝文 但是連勝文在女性支持者 是比較高的 那同時 他最大的差別是年輕人 你看這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他替年輕人端這個 不曉得什麼東西 給他感覺說 我原來是這麼的謙卑 但我的問題就出來這個地方了 其實我曾經有個 跟工商大佬在聊天 他說 為什麼47歲以上人 會比較支持連勝文的原因 其實也是柯文哲要注意到 他說連勝文旁邊的backup 很強啊 我就回答說 他backup是那些財團耶 台北市的財產怎麼被分配不知道 他說對啊 可是問題是柯文哲後面的人 是誰不知道啊 所以你看他現在在打出這種親民臺 就想要讓大家去化解說 我雖然有錢 但是我願意服務小市民 我跟你講就以廣告策略來講 是有成功的 因為這是屬於希望的種子裡面的影片嘛 對不對 希望的種子已經有150萬的這個瀏覽人士 這個不是希望的種子啊 這個是他的那個公司店長 跟他下去體驗 這個叫做Working Stay 就是你去那邊坐 然後你工作 體驗 對叫Working Stay 那希望的種子就是那一個 大家很常討論那個 如果我像連勝文一樣 如果我很有錢啦 希望種子的是如果我很有錢 其實剛剛講到男女支持度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發現啊 這個連鎮營號稱廣告拍攝團隊 是訪問了150名 剛剛你講的25歲到35歲的台北市民 蔡正銘一開始講說他是用隨機接訪 隨機接訪 後來證明那個是找廣告公司找零演來演 沒有他特別強調25到35 比如說這次的 因為你差不多40歲以上的藍綠都各自歸位了啦 50歲以上一定是各自歸位 所以現在在打的就是說 是不是在專攻25到35的 好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了 這是連鎮營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查證 但是他我先分兩部分講 他是說他去做了150個 25到30幾歲的人的問卷 問他們如果你很有錢你要做什麼 然後得到了 千篇一日都是吃喝玩樂 對最多的32種回答 比如說我要去跟那個什麼金髮辣妹 什麼怎麼樣一直玩 環遊世界躺在家裡鼠錢炒 盲炒股住信義區豪宅 對然後後來他就去找了32個 那是演員嘛 後來找來是有簽約給廣告費的 所以後來你看到廣告那些人是演員 只是他們講的是他們就是執行 他們最後去問卷 問卷我就沒看到 有沒有問卷我不知道 可是最後這些演員當中有兩個 一個是妖鋒雙眼皮 一個是要一直玩的 他們是說他們不知道是要拍連勝文的廣告 不可能啦 對那你先聽我講嘛 因為網路上罵翻了 所以他們也有壓力 他們講說我其實沒有要幫連勝文 但是我就是有被騙的感覺 可是後來連勝文陣營就拿出你們有簽 你們是來拍廣告 而且拿了廣告費 你就是廣告的演出者嘛 那你喜不喜歡連勝文無關啊 所以你不要想被騙 那這兩個話就沒有再講 所以是不是真的要去訪問 是不是真的年輕人的答案都是要一直玩 這是連陣營的說法 可是網路上很多年輕人想說對不起 像九把刀他還寫了一個文章 有錢很好 但是不一定是一直玩 你也可以去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在網路上就變成是 造成了正反兩極很多討論 而且是負面的比較多 可是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也讓他的這個瀏覽率 我寫了一篇文章講說他130萬 現在今天我們錄影的時候已經到150萬 那我寫了 一直在衝啊 就是說大家一邊買一邊看就對了 然後就大家都知道了這個廣告 而那個廣告當中呢 就是連勝文把所有 大家認為連勝文會做的事情 住豪宅 然後有漂亮的老婆 然後一直玩 都講出來 就是一種 先把自己給酸了一頓以後 再來做的行銷 那這個東西現在網路上被罵翻 可是其實我的看法是說 他其實是要給那些國民黨 可能的支持者 原本不想投給他的人 找到一個願意投給他的理由而已 是什麼 就是說 對啊 他就連贈他兒子啊 那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權貴了 可是他今天這樣出來被罵 他也是年輕人 那我們又只有一個候選人 所以最後願意投給他 不是說好高興投給他 而是 含內投給 對就是找到可以投給他的理由 這是他的target 他去找可能 讓藍歸對 因為連勝文是 我可以這麼說 無業的有錢人嗎 他不是有名 對不能說他有名 他是無業的有錢人 他其實 他身上錢太多 他應該說他真的沒有什麼事幹 因為從他老婆可以開一百萬 去開一趴 一百萬是 這個是 柯文哲跟他老婆 可能要工作兩個月才賺到的錢 那當然他對他說 我這個貴公子 這是套用我兒子講 因為我兒子23歲 他說就是 就是簡單一句話 老子有錢了 來玩個政治怎麼樣 這是年輕人的邏輯 年輕人是覺得有錢不夠 老子有錢不夠 我還要權 對…他就是 老子有錢 我來玩個政治 你家沒錢 你連政治都不能玩 你看年輕人想一句話 那年輕人想一個問題說 你一天到晚去大陸 你跟大陸關係那麼好 那你成為台灣也是政府 你會不會讓大陸更多資源來台灣 我們年輕人更沒有工作機會 他們滿腦子對連勝文是這麼多的問號 那這個廣告更加深大家想一句話 你就是有錢 你就是想玩一些有的沒有的 但是我其實真的 插個話好不好 其實台中的立委民進黨籍何欣准 他是這樣說 他在我的節目他說 那個時候 你會不會給大家這想像的 因為我沒有100萬美金 所以也不想知道 對 不是嗎 這個關係可以怎麼用 這個關係 那個value 我這樣解釋一下 你以為你從後面的經位 TDR你就知道後面的脈絡了 因為沒多久 連戰就登陸了 號稱是 那時候曾經網路這麼說 這網路說的 連勝文你參考一下 他說他們開的叫做 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 拿著中華民國去大陸做生意 那你參與中華民國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這些財團 包括最近為什麼 要簽符帽 就是為了某些銀行 能夠去得到全知全照 那這都是要在 某些特定人的羽翼之下 你才有這個機會 見到對岸的高官 取得最大的利益 每次連戰出訪的時候 旁邊一堆人 你能夠上他飛機 然後去那個地方 這些人你想他要怎麼樣 可是你們這樣講 難道我做兒子 可以跟老子切割嗎 不可能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你有錢 你就承認你有錢 說因為我有錢 但是我願意把這些錢拿出來 怎麼樣子做運用 然後幫大家賺更多錢 你的工作不是一直在那邊撇清嗎 所以我要去夜市賣賣豬肝湯 所以我要 就是你採取了一種很矯情很虛偽的方式 然後來說說 沒有其實我跟你們一樣 可是我們沒有人覺得你跟我們一樣啊 今天有一個台大的主治醫師叫曾嘉玲 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過期我們台灣醫生太紅包 是很普遍的文化 對 可是他說這種漏息 後來是病人對原治療團隊的感謝 現在把它轉化為研究經費的支持 這個是要鼓勵醫學研究的發展跟進步 所以相當廠商跟團體也只能夠捐贈 並支持研究經費 不能夠有對價關係 所以這個才是AMG149的精神 包括台大的402專戶也是一樣的道理 把紅包文化透明化了 對 所以他說這些都是台灣醫界的轉型過程 都是典範 是醫學倫理跟法律的規範 那他說羅蘇蕾 他這個最近的節目跟記者會 他說指控柯文哲洗錢貪污逃漏稅 他說而且他還希望四五十位台大的醫師 是能夠轉為污點證人 就是MG149裡面的醫生 叫什麼醫生轉為污點證人 要證明什麼 證明柯文哲也做壞事 他說你這是在抹黑整個研究團隊 對 羅醫師 羅燕我實在覺得 你不用叫這五十個醫生 你們在哪裡有一個 對啊 吳議輝 叫他出來 叫他當污點證人 不然指控柯文哲 他最該了解MG149 可是吳議輝今天出來講的是說 他把他們雙方講話的那個公布 沒有提到MG149 沒有 這個先不管 就是說柯文哲有沒有斷章取義 或是吳議輝事後否認 這個先不管 但是吳議輝有用MG149的錢 而且現在還在使用 那如果說照羅書類的標準 這個是一個貪污洗錢逃漏稅的話 那吳議輝你是共犯 那你現在可以轉為污點證人 你將來可以免其刑責 那吳議輝為什麼不幹 而且吳議輝到現在為止 他不肯公開露面 他的聲明稿也是 連鎮營幫他代發 所以究竟是連鎮營寫的 還是吳議輝寫的 也沒有人知道 如果你真的覺得 柯文哲是壞蛋 然後你覺得 你的愛你用